A股好月付 交易员亏掉公司5500万 月付借钱又卖股 三天就补上 金字火腿擅自平仓至公司期货亏损5510万 又自掏腰包海上的交易员 背后竟有高人相助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据了解 5510万补偿款中 有4105万是师雄彪向其朋友王启辉 临时差借所得 另有595万是师雄彪占用其兄弟师严君 原委托其支付给其侄子的抚养费 金字火腿表示 师雄彪基于岳父的身份 而并非股东身份 用自有及自筹资金帮助其女婿支付补偿款 此笔交易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另外 公司内部控制整体不存在重大缺陷 红星资本局统计发现 师雄彪在三年内两次减持金字火腿股票 合计套现3328.22美元 其所持股份比例也从4.26% 减至本次公告中的3.45% 1月27日 红星资本局获悉金字火腿发布关于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进展公告 披露了此前生猪期货亏损仪式 根据此前公告 2021年3月16日 公司开立期货账户并于8月底陆续买入生猪2111 2201 2203 2205看涨合约 公司账户从17000元每吨左右开始建仓 至15000元每吨左右完成建仓 期间生猪期货价格最低下探至13000元每吨左右 随后生猪现货和期货价格持续呈现单边下跌趋势 公司账户出现较大金额浮亏 保证金大幅缩水 为防止被动平仓 2021年9月1日 公司决定将所持仓的全部生猪期货 合约后期进行实物交割 并在9月上旬分批次向期货账户追加2000万元保证金 2月11日 在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中 金字火腿更加详细地披露了该交易员的交易过程 金字火腿称 经查询期货交易记录 公司期货交易员擅自将持有的合约进行平仓操作 出现较大投资损失的时间 是2021年9月16日 去年9月以来 生猪期货指数从16 075点持续单边下行 至9月16日 生猪期货指数从开盘的14 172点快速下探至13 798点 公司期货交易员承受巨大压力 担心公司持仓合约 发生强制平仓风险 于是在当日上午 该期货交易员在未向期货决策小组 任何成员请示的情况下 甚至卖出共计902手生猪合约 并试图以更低的价格重新建仓 至当日产生实际投资损失 约4422万元 令人唏嘘的是 就在交易员平仓后不久 10月份生猪期货价格 就出现了阶段性回升 并在一个月内就回到了金字火腿建仓时期的价格 事件披露后 网友热议该交易员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短短几天内就筹集到5510万 补上公司损失 2月11日 金字火腿披露称 资金来源于交易员个人及岳父失雄标 自留及自筹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招股说明书 世雄标出生于1959年 初中学历 其1978年到1982年 于安徽省宣城军分区服役 1982年开始到金华市嫖然厂任普工 工作16年之后 1998年开始在金华市火腿有限公司生产部 担任生产与采购职务 2008年后在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任生产管理部采购经理 而这5510万补偿款中 有4105万是师雄标向其朋友王启辉 临时差借所得 另有595万是师雄标占用其兄弟师盐军 原委托其支付给其侄子的抚养费 同时按照师盐决委托 支付其侄子抚养费570万元并归还差额 截至2月11日 师雄标占用师盐军资金的情形已经消除 对王启辉还有692.78万元欠款未偿还 除此之外 不存在资金实际来源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针对补偿款的交易性质的问询 金字火腿回应称 师雄标基于岳父的身份 而并非股东身份 用自有及自筹资金 帮助其女婿支付补偿款 此笔交易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因此公司将赔偿款寄入营业外收入 不存在利用赔偿款调节利润的情形 红星资本局统计发现 2019年10月22日 金字火腿发布公告称 实控人师严均及其一致行动人师雄标 薛长皇你减持共计不超过5%的金字火腿股份 董事兼高管王启辉和监视下凡林 你减持共计不超过0.12%的金字火腿股份 5人的减持理由均为自身资金需求 2020年5月12日 该减持计划完成 实际控制人师严均及其一致行动人师雄标 薛长皇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860.43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95% 其中 师雄标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在2020年5月11日 以每股6.59元的价格 减持313.32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0.32% 又以6.62元的价格减持70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0.07% 合计套现2528.18万元 2020年7月8日 金字火腿又发布公司实控人师严均 及一致行动人师雄标的减持公告 其中 师雄标减持118万股 减持比例0.12百分号 按当日金字火腿收盘价6.78元计算 师雄标套现800.04万元 两次减持 师雄标合计套现3328.22万元 减持后 师雄标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也从4.26% 减至本次公告中的3.45% 期货交易损失事件 也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 1月28日 深交所对金字火腿下发关注函 要求金字火腿结合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的交易内容 具体交易额度 本次平仓操作等在内的执行情况 说明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并请联审会计师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2月11日 金字火腿回复称 经调查 略为公司内部控制整体不存在重大缺陷 此次损失系期货交易员 违规平仓操作所至 此前1月27日 金字火腿正代办公室工作人员 对红星资本局表示 金字火腿表示 本次期货套宝业务开展以来 在交易操作上 2021年8月底前 账户交易操作均有交易日报表进行审核确认 2021年8月24日 封管副总已明确签署意见暂停操作 9月1日公司决定转为实物交割后 账户已无需交易 故公司不再要求打印交易日报表 进行审核确认 因此对期货交易员的交易行为并不知情 而对于公司期货套宝业务 内控制度的规定和执行上 金字火腿称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 由于对该交易品种的认识 以及对其风险敞口理解不够深刻 简单的选取公司生猪采购环节 来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习惯性的以现货思维的方式 指导套期保值业务 故在2021年生猪现货及期货 出现单边下挫的行情下 未达到套期保值的预期目标 给公司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从金字火腿披露的2021年度 套宝交易情况来看 在建仓头寸上 截至2021年8月31日 公司持仓量为1.63万吨 低于公司2020年度采购量 和2021年度计划采购量的三分之二 但由于2021年生猪现货价格持续下行 公司品牌肉业务开展未达预期 故与公司2021年在现货市场实际采购数量 没有完全匹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对此金字火腿回复称 应对套期保值相关会计准则的理解存在偏差 将收到赔偿款 误认为期货套保本金计入收回期货保证金本金 对于投资损失和赔偿收入 均未进行账户处理 立即对公司利润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基于此 公司正宣布认为 本次事项对公司经营无实际影响 对公司利润没有重大影响 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故为进行信息披露 天见会计师事务所年审会计师经核查认为 虽已及时收到期货交易员支付的补偿款 避免了公司实际损失的产生 但仍存在一些内部控制缺陷 如 在期货市场建仓时 未能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进行调整 导致与公司一定时段内 现货时即经营需求数量出现偏差 对期货交易员日常监督管控有待加强 对于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重量事项的会计处理有误或不及时 且未能及时披露等 2021年三季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7936.1万元 同比减少53.92% 归母净利润亏损785.5万元 亏损同比扩大127.56% 2021年前三季度 公司营收4亿元 同比下降17.56% 归母净利润5679.92万元 同比下降38.61%